一大早走在这桥街上 有点秋天冬天的意思了吧 这是准备去悉尼的农贸市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月刚刚开 那这个周末就是重新开以后的第一个周末 为了让行驶在这条江的车减速有很多路障 所以有点颠 这就到了 这就是悉尼的翻译城农贸市场吧 这是卖花的地方 我肯定首先要去看这 这个市场非常大 有好多厅 卖花的是单独一个厅 就只是卖花 说它是农贸市场 其实也不是很贴切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零售 还有批发 我觉得批发可能是它的更主要的业务吧 零售可能上在手做点 它零售的价格肯定比批发要高 但是也比其他的花店要便宜不少 这之前我曾经来过一次 也发了一期视频 但是这一次呢 有点失望 蝴蝶兰少了很多 而且花色品种特别单调 所以虽然价钱不错 可是花色真的没有挑出来 想要买的 最后就算了 这儿有一些多肉 看了两眼 买了一颗 其实我平时是 基本上没有养多肉的 但是今天转了一圈 我觉得好失望 没什么可买的 刚好看到有一个粉色叶子的 觉得还挺漂亮的 就买了 就是这个 可能这也不算是多肉吧 但是它也是可以养在室内的 就只是觉得粉色的小叶子 还挺漂亮的 这上有好多土 这是已经回到家之后 颠簸的好多土 我有种感觉 今年很多地方 花都特别少 我指的是蝴蝶兰 不仅这儿蝴蝶兰少 其他的 之前都买挺多蝴蝶兰的地方 今年也都特别少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进口的花就受到影响了吧 这个绿色的大花卉兰好漂亮 可是我家里太多了 所以也没买 疫情之前还有花友 在这儿买到三纯的蝴蝶兰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没有 没有找到 自从开始养兰花之后 就不喜欢买切花了 觉得切花买回去 一个礼拜 差不多就不行了 好浪费 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切花 这还有干花 就只是看了看欣赏一下 拍拍照 没有买 这个黄色的就是跳舞蓝 文型蓝的一种 是比较常见的蓝花切花品种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选大角 是有东西的编农 因为准备 阿屌 和 perman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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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石糊的切花 之前在讲秋石糊的时候有说过 秋石糊也是比较流行的切花品种 冬季的秋秋花这个颜色很沧桑啊 这是牡丹还是少药啊分不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花庭出来之后又到了食品厅 有蔬菜水果海产品等等 虽然疫情有所缓和市场开放了 但是真的要求还特别特别的严 我们开车进入停车场之前 就有专门的人攒点测体温 每一个人都要测 倒是不必下车 摇下车窗就行 瞧这些萝卜 发生了什么 接着刚才的话说 停下车之后也不能随便乱走 有人指挥你应该怎么走 按照直径路线走 入厅之前 又有人给每个人测一遍体温 而且手上要套一个手环 表示体温合格吧 应该是这意思 而且每个人还必须用干洗手液 洗一下手 有专门人给你往手上滴那个 从一个厅出来进另外一个厅 还有人把门让干洗手 广播里还在不停地提醒 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其实在市场里是很难保持距离的 好像没有关于戴口罩的要求 就有人带有人不带 我是带了 澳洲的疫情总体上讲 控制的还算不错 其实这事说简单也很简单 您只要下决心控制 它自然能控制的还不错 看这姜的价钱 哎呀 还是得自己种点啊 我住的离这个市场不算近 大老远跑过来 其实最主要就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一点的花 但最终是买了一大堆吃的回家 在回家途中又拐去Bundings看了一眼 结果买到一盆五星花 只有那一盆没得挑 状态倒在其次 关键是想挑挑颜色 结果 没得挑嘛就拿着了 是个粉的 粉色是挺漂亮 就只是上次去花友那儿 掐的五星花的枝条里面有粉的 所以如果能找到其他颜色就更好了 但是我终于看到一盆呢 管它是什么颜色呢 我还是买回来了 我主要也是怕牵插的万一不活 至少我还有这盆 这是在回来的路上 车行人都开始多起来了 再也没有前些天那么舒服 出去车可以哗哗的开 但现在也有个好处 不用担心超速 之前路上没什么车的时候 老得看着千万别给超速了 这就是我今天买的小花了 今天买的花都是粉色系 我还看着你 我还看着你 很亲爱的 点赞 我像这一样 就像我那样 你 好了 我们 好 你 替我 可